欢迎收看《中华沪海财经》网站9月6日的收市广播 今天恒生指数来说是反复靠稳 收市升至175点,报26,690点 成交方面有差不多超级1千亿,有990多亿 上升股份有1,100只,下跌股份有700只左右 先看看A股的表现,市场继续衷劲 周末或今个月内地有机会全面降准 所以令到近来A股做得不错 上证来说微升了13点,下报2,999点 成交方面比昨天略为缩减 仍然有6,340元人民币 今天港股早段来说整天都是上上落落的 做得比较好的股份来说都是手机设备股 看到瑞星科技都升了4% 2382,信与光河也升了3%左右 另外二线的手机设备股都开始追落后 优太科技都差不多升了接近一成 另外来说小米近来都是因为受回契的消息所推动 都是上升了1%左右 除了手机设备股之外 今天来说的豪赌股都是有反弹的 看回银河,银河来说升了2% 另外来说金沙中国,1928来说是升了2%左右 市场正在看内地有机会全面降准 看到今天的内银股来说保险都是继续带着大市 是求稳 建行就是轻微向上 都站在6元的楼上 1398来说都升了1% 另外来说今天物管股来说做得相当不错 雅生活最多升了8% 另外就是龙头6098 今天来说就是相当不错 另外来说就是中海物业269 都升了差不多4% 但是个别股份来说有些消息 6160来说就是百制神州 有官机构暢淡它 令股价急错了一成 但是另一只来说就是1951 就是这样升值 今天来说就是升了8% 对了 就报10.8 那看到了 昨天出现了卖约信号 今天一棍抽升 最主要今天收市之后 被落入这个是香港的中年综合成分股的铝头 留意一下通常这些半身股 如果是出现一个大型的横行之后出现突破 其实升势有望延续的 那就是早前来说其实都是在9个岭的位置是撥回 那今天突然间穿了早前 就是大概11元这个高位 那现在是10元这个平台 那就变了来说呢 今天来说曾经去到11.24 那收市回顺了 但是都有报10元8毫子 那留意一下呢 就是在下个星期来说 再有没有这个是延续到这个升势 那就是今天来说 最后再说到384 那就是有中国燃气 那全民呢就是说 就是有股东是减持它 那所以来说呢 就是令到股价是跌了6% 那就 那就是 那就是恒指的整体的表现了 那恒指来说目前都是 就是自从呢就是 林郑宣布了这个是撤回之后呢 那其实呢 那连续两天都是站在一个 就是那个位置上面整顾 都站在26,500楼上 那再加上了 就是中美都定在这个10月初呢 会进行这个新日的卖议谈判 那看到呢 就是避险情绪呢就是 就是 就是 那看到黄金呢就是 就是 就是回套回到 大概1500元水平左右的位置 那也是看到 就是市场都是冲警呢 A股呢有机会 就是 就是内地的全面 降准的因素所推动呢 那变成一些 那变成淡仓都不敢再在短期内呢 就是 大幅的部署 那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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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但是 那就是 那现在是 那 星期六日呢 又再次呢 市场就聚焦了 就是本地的政治事件了 那因为就是 那就是 那本地的 就是团体来说呢 都普遍对于 就是撤回就 就不是很收货的 那需要呢 就是要 再进一步的 让步 那包括成立这个 这个独立委员会 那变成了呢 那变成了呢 那如果是来着周末 又有再 再次一些大型的 游行示威的事件 亦都是要 是 迫使到 警方又要再次出现 出动这个 驱散 或者是吹雷弹的行动 那那事必 都会令到 就是很多的 零售的店铺 亦都是需要关门的 那如果是 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呢 那相信呢 就对于本地那个 零售的那个 零售的那个 零售和地产市场 也有进一步的 负面的影响在那 那就 说回这些消息啦 那今天中午来说呢 就是 就是 卫宇呢 就调低了这个 港股的那个 信贷评级啦 那就 特首就出来 否认说 就是他 不同意卫宇的 调低的说法的 那卫宇主要呢 就是担心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条例事件呢 令到呢 就是动摇到香港的 一个两制啊 和这个影响到 经济民生 那随积花的 亦都是在 香港那个 是经济增长的 预测啦 那所以来说 就是外围的那些机构 来说呢 都对于这个 政治事件来说 都是采取 就是比较 观望的一个 是负面的 一些看法在那 那 那变了来说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相信呢 是外资 未必呢 是会呢 那么够胆 在这个时候呢 是大举呢 就是 就是入市的 那所以来说 今次的反弹 那个阻力来说 那你看看 观幅图呢 都大概在27,000至27,100点左右的位置呢 可能呢 就有机会呢 是遇到一个阻力 就是要掉头向下 那下望来说呢 我相信 在马六仙点 应该都会找到 一个初步的支持在那 那因为就是 始终中国 都是有这个 就是经济的支持的措施 准备出台的情况 底下 那所以呢 暂时来说呢 相信都会在这个区间里头呢 上上下下先的 机会就比较大 那就暂时 今天的分析呢 就到这里为止了